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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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现在美国政府的债务大概是150左右 这些就是说都是可以控制的范围 中国这个实际上已经高得太厉害了 实际上已经很难控制了 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实际上中国政府 当然中央政府的债务它可以印钞票印钱来抵消掉 那地方政府就像刚才我们提到地方政府 它现在可能救不过来 你救的越多的话如果都救的话 这些其他的地方政府会看到 你看只要这个地方才挣没钱了 或者它破产了快又破产了中央一定会救 他们实际上也把中共给绑架起来 那它就继续借钱继续花钱继续乱投资继续浪费 你这样投资花钱GDP好了 我的无差贸易代表人 所以说欠的钱还不了 反正你中央来救 所以从这个中共的角度 它现在一个是没办法 说救不了 救不了这么多 再一个它可能也不一定愿意去救 因为救的话实际上是会刺激他们 产生更多的问题 所以中共现在只是降息 降息当然它是为了刺激经济 刺激房地产经济 但现在看来它一再降息 现在效果也是很差 就是您刚才谈到 就是说是中共不会让地方政府 就是哪怕是陷入危机破产 因为影响到它的政权 但它现在它有这样的就是不作为 这是不是有点矛盾 它也不是不矛盾 它这个它因为它没有办法 没办法有所作为 现在实际上它现在就是有点 怎么说呢 就是大家都是就是挨着 熬着就是煎熬着就是挨着就是 挨着就是说 过一天过一天 希望有个奇迹发生 希望什么突然国际局势转变 美国取消制裁或美国取消关罪 然后呢定站再回来 但这个现实不会发生的 这个美国这个资金继续在离开中国 定单的移开中国 中国经济仍然在持续不振 对他们来说呢 它要再印钱的话呢 再印钱的话呢 人民币在贬值得更快的话 我们现在看到人民币 虽然它是操控的汇率 它已经在贬值 已经突破7.2 我估计很快又会突破7.5 那它现在再印钱的话呢 人民币贬值得更厉害 那对它中共也受不了 因为它们还是需要外汇 来购买中国所需要的 比方医药 医疗产品 然后呢计算机 原件 芯片 这些和粮食 能源 所以呢它这个 它们现在也是很难办 另外就是BBC有一天 有一条这个报道 就是说是二十大前夕 中国经济出于困难的五个原因 就是困境的五个原因 就是您怎么看它这个分析 对我看到它这个五个原因 我给大家一个个过一遍 这个BBC 它这个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清零政策在造成严重破坏 这个确实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中国的清零政策 你看像上海 天津 深圳这样的封城 你这样封城的话呢 就是说你本来这个经济就显入困沌 你这样的话呢 为了它政治目的做封城呢 一刀切 这个显然会造成严重破坏 这是对的 第二呢 政府做的还不够 是吧 它说呢 政府 中共已经出手了 什么一万亿的计划 来刺激小企业 黄地产 它认为中共可以做得更多 这一点呢 我还不太完全同意你 就是说 我们刚才也提到 就是中共它实际上 没有办法再做 它这个 它现在中共当然知道 它可以印钞票 可以再印 但是呢 它也知道这个印钞的后果 所以呢 所以它现在这个 这中央总到地方 财政收入这么锐减 你再印钞票也很危险 所以它实际上 就是它是做得不够 但是呢 它也没办法再做多做 这是第二个因素 第三个因素 它说中国房地产处于危机之中 这个是正确的 房地产和相关企业 在中共GDP的比重呢 现在是三分之一 实际上是大概有40% 30到40%都是房地产 现在呢 我们知道这个房地产的价格和销售 都在腰斩 到处都在腰斩 就大肆地降低 这也是导致了现在呢 像恒大之类的一些房地产公司 要激临倒闭 并且也造成了中国老百姓断供 停贷 这种躺平 所以这些房地产会引发金融危机 这个是影响越来越大的 这是第三点 这是对的 第四点呢 气候变化是实情变得更糟 这个我都不同意 他这个说法 我不认为是气候变化 而是气象天灾人祸 导致这个变得够糟 这是对的 我们看中国一方面的洪灾 一方面的烙灾 对吧 今天这个就是 缺水的地方就是缺水 不缺水的地方就是烙灾 就是这个 这应该是气象的问题 不是气候 因为气候我们指的是 这个更长期更大范围的 跟那个所谓这个绿色能源 这些相关的 对 去向的问题 或者天灾人祸 这个确实让这个中国处于更糟糕的情况 所以这个第四呢 它说法做它这个对的 但是这个词汇用错了 不是气候变化 而是这个天灾人祸 第五呢 说中国科技巨头 正在失去投资者 这是对的 不光是科技巨头了 我们知道实际上这个 其实那个房地产巨头也在失去投资者 整个这个中国经济都在失去投资者 整个这个外国资金撤离中国 现在越来越快 越来越多 现在随着美国美联储加息 然后中共又降息 所以这个撤离 资金逃离的性 这个问题呢 也是越来越严重 所以基本上说 它这个 这几个因素呢 都是正确的 嗯 那它这篇文章说到就是二十大前夕啊 那这个 这些问题 这些困境 包括这五个原因啊 是不是二十大之后也会继续存在下去呢 是的 是的 现在就是很多这个问题 实际上这个 习近平啊 中共 他就是他 他现在压着他 就是说他不想在这个 他说你什么问题都知道都有 所有东西 一句也不能报道 也不能披露 也不能够就是说 也不能说 就是说保持这个稳定 然后把这个二十大开完 二十大这个月 还有十天就要开会了 是吧 这个 我相信这个 这个会完了以后 他这个 打压 封锁 不那么强烈的时候呢 这些问题 会突发性的全面爆发出来 所以二十大以后 中共的经济 中国经济 会更迅速的 恶化 就是您刚才也谈到 中共现在它这个困境 就是包括地方政府的这个债务 它也没有什么解决的好的方案 那我看有人说呢 就是中共要 要武力攻台啊 其中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转移国内的这种 各种各样的矛盾 对 我学校给台湾 刚刚给台湾一个杂志 写一篇文章 也是一个文章 我也谈到这个问题 中共我认为它会 很有可能会用这种 攻打台湾 或者说 所谓统一台湾的方式呢 来转移这个矛盾 进入军管 或进入这种 这种整个军管 更加严格的控制 这样的话呢 一旦实施严格的控制 类似计划经济 那种方式的话呢 它可以把这种 因为这些问题 带来的那些反抗声音 给压制住 但是中共呢 去攻打台湾呢 我都认为呢 不一定是用这种 武统的方式 当然它也不可能 和平统一 台湾肯定不愿意 但是中共会用一种 我认为这种 叫列狗战术 就是不是武统 也不是合同 而是一种列狗战术 它是用这种 全面的 长时期的包围台湾 用这种 很多渔船 渔船大面积的方式 不断地射导弹 划定导弹 那个江湖区域 这现在已经在台湾 到周边全部 都列为它的沿袭区域 用这种方式来 破坏台湾的海运 海运空运 破坏台湾的运输线 台湾是严重依赖于 国外的天然气 作为它的浪源 每天都有好几艘游轮 要抵达台湾 就输送来自中东的 液化天然气 如果这个能源中断 台湾岛马上就会陷入困难 而这个陷入困难的时候 我们知道中共在台湾 它培植了很多第五纵队 他们的人 所以这个有很大的威胁 就是中共会趁机在这个时候 让台湾民众的内部乱起来 然后再让这种清空的人士 很多国民党的一些清空的人士 让他们出面 要求中国占领台湾 用这种方式 我觉得这个是中共可能采取的方式 但现在看来 这个并没有引起台湾当局的关注 因为这个方式 因为这种方式 如果中共用这种方式 我做的裂口战术方式来做的话 让台湾没办法打第一枪 因为它全都是预算 都是预算民算 因为美国也不好介入 因为中共没有动兵 开枪开炮 但是它这样可以遮到 它瘫痪台湾以后 然后中共突然 就是说趁乱而入 所以这是个确实的危险 中共可以用它来转移矛盾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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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